以正式選舉 因為媒體在是不想講 正式選舉比到最後那個晚會多重要啊 對不對 結果居然那麼重要的台 56台是被柯P買走 每次我們做民調 只要柯P買到TVS 56台 做完國民黨就掉兩個百分點 那麼重要的時段 那麼重要的活動 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就是像這種你要檢討就是太可惜了 那麼 你看那天那麼壯觀的場面 那麼熱情的選民 居然看不到 沒關係 你買不到56買50億也可以嘛 如果搞個33 很多人找不到啊 那天晚上找不到到底在哪裡啊 也沒宣傳 想到我都很懊惱 對不對 這樣重要的時段 這樣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開始跟你講打個無限戰爭 就是你所有的資源 在最後一天晚上你還不投進去嗎 你還在考慮嗎 你還在考慮嗎 類似這樣 這只是一個例子 例子很多了喔 但是就不細講了喔 但是呢 就這個例子 你知道 很多人在最後一天晚上想要找 都是大肇事嘛 在哪裡啊 找不到啊 真的找不到啊 很多人都找不到 我跟他們講33 喔33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當然啦 這個選舉都在犯錯啦 沒有人不犯錯啦 選舉是上帝很公平的 給你的時間是一樣的 誰最會利用時間 誰犯的錯最少 而且誰犯的錯是可以彌補的錯 不是不能彌補的錯 也就是錯是不能彌補的 也就是錯是可以彌補的 所以選舉其實是這樣喔 好像別人也不管借了 因為 平常 平常 偷無忘卸的傷問 這是對方的解像 是一堂合為,我們會 begins的 我們不能彌補的